環境部向緬省和沙省部分地區發出落雪警告 預期會有10至20厘米的積雪 同時加西地區受到北極寒流影響 陳文娜報道 環境部向碑斯、亞省、沙省和緬省發出極度嚴寒警告 部分地區連風洞效應 預期會下視零下40至50度 警告亦包括大溫地區 在經過白色聖誕之後 預期同樣受到北極旋摩影響 未來幾天感覺會有如零下二十多度 與此同時 環境部向沙省和緬省發出落雪警告 預期積雪有10至20厘米 部分地區更會達到30厘米 灰省40號公路近三河市附近 星期六發生接近150輛車連環相撞意外 包括涉及大貨車 部分汽車尾部損毀或脫落 多人受傷至少一人情況嚴重 近150已經是失敗的 損毀 右邊 走